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手上這款水冷是來自EnterMax的熱銷款 Liquin Max 3 ARGB 360 也是少數有中文名稱的水冷叫做紅彩精靈 這款具備RGB的水冷定價才3390元 是數一數二的便宜 而且現在也升級到五年保了 顏色則有黑白兩色可以選 如果當然是優先選擇白色啊 有的水冷如果是白色款可能會多個幾百塊 但是Liquin Max還蠻有良心的 白色款的價格是相同的並沒有比較貴 現在某某購買,搭配年終性活動 還加送一個EnterMax的螢幕價TankStand Lite 價值890元,型號也附在畫面上 如果是想要參加這款360水冷的抽獎 也記得要認真看影片喔 盒裝左上角有EnterMax的LOGO 以及安奈美的Slogan Power Innovation Design 以及比較奇特的是 中間印刷產品的圖案似乎是失真的 除了解析度感人以外 邊緣顏色也都糊在一起了 很像JPG壓縮後被套上去印刷的感覺 但是你看右下方Liquin Max 3 ARGB型號的部分 是完全正常的 測試平台部分使用了Intel Core i9-11900K 跟上次水冷大展是同一款同一顆CPU 散熱膏部分使用紅彩精靈隨附的散熱膏有一小管 我覺得額外附上散熱膏的好處是 假設改天換主機板或是換CPU就不用額外找了 或是組裝其他電腦的時候 這樣小小一罐也可以用好幾次 記憶體使用了G-Scale的皇家戟 尊爵版四條16G 其中兩條在我的MD桌機裡面 所以這次就用兩條16G來搭配也有32G了 主機板使用之前開箱過的NZXT N7 Z590主機板 搭配Intel Max的水冷真的是非常搭 兩者都是黑白各半的產品 加上都是方方正正的造型 你看這個水冷頭放在這一區散熱片之中 見得非常搭呢 主機板因為與上次水冷橫向評測水冷大展使用的是不同款 機殼環境也都不一樣 測試的數值也自然跟上次不同 所以大家就不用刻意拿來做比較 由於E1900K自帶的內顯晶片 因此我們就不用安裝獨立顯卡 除了代之 PCIe 116第一條就拿來安裝Intel Optane SSD 905P當系統碟 PSU則使用Bitcoin Strange Power 11 1000W 這些零件全部就安裝在SpringCon BC 1.1開放平台上做測試 Enermax的廣告有提到Liquid Max 3有幾項專利 其中一個是雙槍體的水冷頭設計 因為水泵是相對容易故障的零件 它將水泵與下方分成兩個槍體 就能有效隔開CPU上來的熱 從而增加水泵的壽命 這樣的設計也讓水泵在故障時更容易更換 第二個專利是CCI冷水直充銅底設計 讓冷水往下直接先接觸到銅底中心 快速帶走最熱的部分 搭配第三個SCT就是分流通道技術 讓水流從兩側離開減少水路的距離 讓它們快速離開水冷頭 這款水冷規格標示TDP可以達到360W 搞不好型號的360是個雙關 如果是重度超頻玩家或是TR4的User 還有更高階的Liquid Tech 規格標示可以達到500W的TDP 這次測試以IDA64單烤FPU 將主機板功耗上限開到200W和250W兩種情況 以及風扇轉速70%和100%兩種情況 首先將功耗設置在200W 風扇轉速100%的情況下 測試平均溫度在76度左右 最高溫才79度而已 都在80度以內 那進一步再將功耗上限提高到250W 我自己觀察其實平常用i9-11900K 自動模式下是不會緊繃在250W的 比較多就是在200W而已 所以250W已經是壓力很大的測試了 但這次一樣直接燒30分鐘 風扇依舊保持100% 平均溫度在90度出頭 最高溫碰到93度 這部分的數據就給手動超頻的玩家參考了 我覺得表現很好 而且似乎還有一點空間 所以更激進一點 先將風扇的速度調慢到70%來試試看 當風扇轉速只有70%的時候 噪音就小非常多了 如果是怕吵的人 可以將上限定在這裡 同樣在250W較大的壓力下 截取10分鐘、20分鐘、30分鐘幾個時間點 平均溫度分別為92.8、93.5和93.8度 最高溫則是96度 看來250W 70% 雖然有點危險 但還是順利壓住了 那實際到消費者手中 就如剛剛提到的 或是像我平常也沒有在重度超頻 通常i9的滿載大概是200W 溫度大概都壓在77.3左右 最高溫也才碰到80度 後面就這樣回來了 所以是非常涼快的 在安裝方面 CPU背板採用了Intel和AMD二合一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比較大 但是好處是 假設下一台電腦換了AMD 或者換了Intel 那背板肯定是不會不見的 想像手上真的是很多以前裝Intel的散熱器 那現在換AMD的話 我真的找不到那些扣具到哪裡去了 水冷頭旁邊的白色氣膠蓋 裡面是ARGB的接孔 透過隨附的控制線可以連接到主機板 可以控制水冷頭的燈光效果 如果不想接這條線 那水冷頭它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量 那實際亮光時 除了水冷頭一圈周圍會發光 中間Enerex的Logo也會跟著顏色變化 而獨立的控制器 當然也可以切換不同的燈光效果 長按M也可以關閉ARGB的燈效 雖然這款的名稱是雪白板 但是許多線材、金屬支架依舊是黑色的 沒有做到全部的白色 甚至是水冷頭頂部就是黑色的壓克力 那在我理解 如果廠商有特別說它是雪白板 那作為消費者 我心裡預期白色的比例應該會非常高 而紅彩精靈還是蠻多黑色的部分 有點黑白混搭的感覺 當然現實情況是 很多零件如果要額外生產白色的 在成本考量上並不容易 而且以一個清明價位的水冷來說 這樣我覺得已經非常夠了 不用太嚴苛的要求 相信這樣的設計也會有喜歡的愛好者 而我自己更喜歡的是方形的水冷頭設計 因為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你會發現市面上大部分水冷頭都是圓形的 有時候真的已經看到審美批乏了 雖然比較方正的水冷頭設計 在市場上並不是說獨家唯一 但是的確是比較少的設計 我覺得如果是要挑方形水冷頭的話 這款真的是評價的好選擇 所以綜合考慮它的外觀後 我就找了這張主機板 黑白相間 直線利落的線條 兩個都是這樣的產品 所以水冷頭跟主機板的造型看起來就非常搭 風扇部分為三顆ARGB白色風扇 扇葉是霧透的讓燈光可以散出 兩面四角都有軟電 避免了震動的傳遞 風扇線還有燈光線都是白色的 燈光效果是偏柔和一點的 看起來就不會太生硬 亮度也很足夠 整體不會讓你有廉價感 風扇中間的貼紙 我倒覺得之後可以考慮用白色的 並且不要印字 只要把Logo印在中間 這樣轉起來會更好看 現在我是手動把貼紙撕掉 覺得是免費又比較美觀的處理方式 白色風扇本身規格也不錯 轉速是500-1600RPM 全速運轉時當然會有一些風聲 這是非常正常的 而70%轉速的時候聲音就很安靜了 而且看到前面的測試 70%就已經非常足夠大家平常使用了 水冷頭的幫補運作時聲音也相當穩定 長時間連續使用下都沒有遇過異常的噪音 以不標榜靜音的水冷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表現其實非常好 只是手上的測試數據無法跟之前的比較 因此無法呈現出客觀的數字 那麼大家在意的保固 還有是否有漏液賠償呢? Entermax也給出了明確的說明還有公告 像是之前保固只有兩年 真的是少了一點 現在已經升級到五年囉 達到目前主流水冷的服務等級了 今年7月1號之後購買的都可以到五年了 再考慮到3000塊出頭的價格 其實蠻香的 在官網技術支援保固條例裡面就可以看到 經過原廠認證是非人為因素損壞 會賠償損壞的零件 賠償的方式也有寫出來 賠償上限同效能同價值產品殘值為原則 賠償的零組件的範圍也有提到 不包含非一般PC系統會使用的特殊性設備 這我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了 例如Uptain SSD DC5800X這種伺服器的SSD 或是同時他們可能會放模型啊手板 這個可能就不是一般PC的定義了 整體來講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經過原廠認定本身就含有 是個人而定的可能在裡面 但是比起一些誰的 你很難找到他的保固資訊 或是找到了你發現他從頭到尾只給你五個字 是個人而定 我怎麼知道你在講什麼對不對 所以相較之下 安耐美有把保固還有範圍講清楚 資訊也很好找 我覺得就可以相信他們是有心要做好保固的 這點我就覺得還不錯 另外如果你是這個時間點看到影片 有可能你已經購買了Intel第十二代Core的處理器 12900K或是12700K 這些處理器都是支援LGA1700的Socket 關於這點 Enermax在9月有發布新聞稿表示 以下型號提供水冷還有Z690主機板購買證明 在2021年1月1日後購買的 就可以免費申請到LGA1700的扣具 而在這個日期之前購買的 你可以透過支付運費來申請到 所以現在購買Liquid 3水冷 搭配LGA1700的平台是剛剛好啊 雖然要求Z690主機板購買證明並不難 但這代表你即便買到了CPU和主機板 甚至是DDR5的記憶體 但是你必須要拿到購買證明才可以開始申請 那麼代表你就會比較晚幾天才可以拿到扣具才能開始組裝 那我希望Enermax之後可以從寬認定這點 對於召集組裝電腦的玩家會更加友善 說明書也可以看到用心之處 雖然是採用黑白印刷 但是每一頁就是一個步驟 就不用像看漫畫一樣找順序 上面圖示下面是各國語言的說明 看起來就非常清晰明了 其中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 很多廠商就是一鍵翻譯過去 也沒有管裡面的意思一不一樣 但是這個說明書就針對繁體跟簡體的字詞不同去做變化 我覺得算是可以看到它們在細節上的用心 整體來說Enermax Liquid Max 3 360 ARGB 3390元的定價本身就是相當便宜 是我們開箱過超過10款360水冷中第二便宜的款式的 但是其散熱能力也非常強悍 具備ARGB燈光功能 而且還有黑白兩色可以選擇 現在年中慶活動還多送螢幕價 感覺就是買大送小的概念 或是你像我一樣桌機空間因為比較有限 而選擇了240水冷 也可以考慮同系列的Liquid Max 3 240 ARGB 最後抽獎資訊放在這裡 根據這部影片留言你喜歡這套水冷的地方還有優點 我們會在影片播出後30天截止 並抽出一位粉絲獲得我們開箱的這套360水冷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